美食瓶剑大會 現在先來開始 下面給你吃 太辣了 怎麼樣 你瞎瞎 在飯麵裡面有它一席之地啦 我要不然你到電視再看 本節目由麵大師贊助播出 大家好 我們是 在鏡頭上 今天呢 我們是來 美食瓶剑大會 好厲害 那我們要試吃呢 就是我們桌上的這一款 美食 由吳秉承大師 專業研發監製 帶領市場對吃有更專業的要求 使餐品更安心 好吃 真的好吃 什麼角色 好 那我們就要評論一下 好吃 欸 好吃在哪裡 對 到底好吃要說出一個道理 要講出來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 專業的這個美食評論 用我們這個 米其林十六星級的這個舌頭 好好的評鑑一下 到底好吃在哪裡 好 那我們首先試吃的第一款呢 就是由我左手邊 綠色包裝的這一款 櫻花蝦蔥油 OK 那另外一邊呢 如果想要試吃這個比較 重鹹 比較重口味的那位 那我們就試吃這一款 紅色包裝的 老麻辣幹辣 OK OK 好 那我們就先從這個 櫻花蝦開始試吃起來 好 那我們就進廚房了 GO 好 那我們現在第一個來開的是 櫻花蝦蔥油 你們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麵 還有三包佐料 一個是它的蔥油 還有一個是 這應該是醬 醬油 然後還有一個是櫻花蝦的佐料包 好 那我們現在先來開始 下面給你吃 哇 我吃這個 哇 這也是為什麼這一卡在廚房 我們只有兩位女星 那你說這個 我們如果在家裡面不會做的話怎麼辦 呃 它是寫說只要煮三分三十秒之後烤起來 把醬包全部放下去 拌一拌之後就可以吃 很方便 但記得 一定要三分三十秒喔 我們有計時嗎 那如果真的不會煮的話 它後面其實也有副教學 在這裡 等於只要看著然後照著煮應該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麵三分三十秒已經煮好了 哇哦 哦哦 那這時候只要再加上 蔥包跟油包就對了 我相信有很多男性觀眾 都很想要在家裡面也看到這個畫面 那你就要娶我啊 好啊 零醬啦零醬 好 可以請 好 然後我們大概的 拌一拌 看起來好好吃喔 好 就完成啦 完成 完成 你的碗好大喔 我們是依照體型在分配那個量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品嘗 好香喔 那個蔥油味 我覺得是因為它的麵 變凹凸凹凸的 所以它的醬覆蓋上去變得很容易入味 很專業耶 很專業耶 包裝上面寫它就是凹凸麵啦 還不要只給你吃啊 還要分析啊 那我就覺得說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個人很怕就是這種 櫻花蝦還是什麼香 會有這種紅蔥頭的味道 但是它沒有 其實它就是一個很香的那個 它裡面的配料那個味道 蝦子味 對 雖然它是乾燥包 但是它還是很完整的保留了蝦子乾燥的味道 我覺得它的麵很丟 通常大家講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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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世界上 而且就是因為如果大家很怕時間會抓不準 大概三分三十秒煮完就是這樣 丟丟丟丟 嗯 果凍麵啦 果凍麵 太厲害了 你看那個 還在鏡頭前面這樣咬這樣 太困難了 你看 咬很脆啊 可是真的好吃耶 我說真的它是超好吃的麵 你看那個完整的蝦啊 蝦頭蝦尾都還在 它有些 蝦那個配料之取中間那一段 對 應該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對 但它整隻蝦都在 然後因為我個人啊很愛吃拌麵 就是我吃過很多牌子的 我認真的覺得它 非常的特別 因為有一些拌麵其實是 大同小異 對 對 他們就是麵然後附醬包沒了 那我覺得它有附這個 料包 以及它的這個 油蔥搭配它的這個 我覺得它的麵體是特別的 我會覺得 它在拌麵裡面有它一席之地啦 我現在把你當電視在看 看那麼爽 在電視在那邊看 對 好可怕 好酸 好酸酸 好接下來呢 那我們還有第二款的麵要來試吃呢 那我們的口味就是 老麻辣乾溜口味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試吃重口味了吧 耶 好的 那現在就是第二種口味叫做 老麻辣乾溜 那我們把它拆開來 一樣有一包麵 喔麵不一樣囉 再來 欸它的醬包有四包耶 四包 那一包是麻辣醬 還有這樣麻辣紅油紅的 好期待 好想吃辣 然後芝麻醬 哇很紮實的芝麻醬 跟一個韭菜 然後呢 我個人非常愛吃了 我們就來挑戰看看 它到底有多麻辣 加麵囉 加麵 那妳剛剛說它麵哪裡不一樣啊 它麵是粗的麵 粗的 對 就是波浪感 它是有波浪的麵 對波浪的麵 倒下去 那煮的時間也是三分半嗎 一樣三分三十秒 如果真的不會煮的人後面也有說明 好的三分三十秒過去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火先關起來 到麵時間 麵 哇 哇 哇 我不懂我叫什麼好叫 燙到是不是 因為那個麵很Q 很波浪感啊 這個麵 要給麵一點信心 這樣它吃起來才會好吃 好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來 醬包 我已經開始聞到它那個辣油的味道 沖到我鼻箱裡面 然後一唇打上去也會沖到鼻箱 這個是 完成 完成 喔好辣喔 是一半的辣 我就喜歡這個香味 好香喔 香辣香辣 辣的心字的那個步手 直接唱到我的鼻箱 至少我們很確定後製知道要怎麼上 對 來開動 怎麼樣啦 快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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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麼樣 欸夾子在化身 太完美了 太完美了 辣到醬最好看了 有辣耶 好開心喔 好辣 我不知道我要怎麼點別的 它這個麵是波浪麵 跟上一款麵是完全不一樣的 麵吃起來更清 麵體不一樣 對 它是波浪然後比較寬 對 哇 好辣 太好吃了吧 而且其實這個辣 它一般外面市面上可能就是有 只有大火炮的那種辣 對 它這裡面為什麼那麼辣 因為加了青花椒 跟它的獨門醬料 所以你才會這樣那麼辣啦 我感覺到 而且不只 它裡面還有加那個 韭菜 韭菜 太辣了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麵條 跟剛才的麵條不一樣 剛才香香有講到 它是做波浪 試起來就很像是海嘯 直接衝到你的嘴巴裡面一樣 而且它是紅色的海嘯 夕陽的海岸 大海嘯 哭 人公中 因為 敢拍了 還是在笑 我超愛吃辣 所以其實外面很多市面上的辣 其實都不是真的辣 只是 鹹 對 很鹹很鹹四鹹 那不是一點辣的感覺 但戲 這真的有麻辣到耶 它蠻大聲耶 你看我們都在想說為什麼它叫乾溜 對 我跟你講你看我這個 太辣了 口水那個分泌 這都是口水 很辣真的一直分泌口水 因為這邊沒有準備水喝 有夠辣了 沒有想到會怎麼辣 真的沒有吃過一款 拌麵可以辣得這麼到位 因為如果通常真的這麼辣 都要到店家裡面吃 對 但這個是在安全的範圍 因為這個是 吳秉承師傅監製 對 對 真的好好吃喔怎麼辦 太會想要去煮一碗了 我覺得喜歡吃辣的 很適合挑戰它 很適合挑戰它 很適合 我頭麻辣一條 我也喜歡這個 兩款選的話其實 雖然有時候我被辣到 但是我也是頭麻辣一條 主要我覺得是 它的麵啊我喜歡它的麵 我應該還是櫻花蝦 因為我個人比較喜歡吃蝦子海鮽 而且它的櫻花蝦味道很濃 你只要吃一枝然後配一大口麵 這很蝦的味道 我自己都要我會投櫻花蝦 因為我喜歡綠色 已經流汗了 真的流汗了 哇靠 都是汗欸 我都汗 我是一個吃熱或吃大就很會流汗的人 然後我現在這樣子我覺得超爽的 我已經講錯了 好 那我們就來替這兩款口味來評個分啦 我覺得這個櫻花蝦滿分五顆心的話 我給4.54 這麼高喔 我給4.4 我覺得它是在拌麵界裡面算真的很特別 而且料很實在 我個人給4 4分整 我一樣 4.6 喔這麼高 因為你真的很愛吃海鮮吃蝦子 非常愛 有 擦汗了 好熱 哇 沒想到台灣天氣這麼惹 欸 打女人 我會給4.5 喔 差不多 第二款的這一個我們現在吃的全部都在擦汗的 老麻辣 我給我看 我給4.82 超好吃 真的好 4.48 我給4.7 因為我覺得 剛嗆到那一下我生氣 扣到0.3 但是 沒有它本來是好吃 它是真的好吃 所以我給它4.7 我應該4.4 哇 4.2 Win喔 非常好吃 它吹一吹我 爬爬 哈哈哈哈 扣自己的分數 對 整體來說 我覺得它們就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榜面 好 那我們在這邊就是真心推薦給大家啦 這兩款口味 那如果想要購買 想要體驗一下在家裡面可以吃到真功夫的麵的話 好不好 我們的這個資訊欄呢 都會附上這個連結 那歡迎大家來購買啦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就進廚房啦 GO 已經被趕快噴掉了 YA 這個嗎 等待區 影片結束囉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加分享 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來 繼續觀看我們的日常生活 也可以到影片下方和我們留言做互動 有什麼題材都可以留言分享給我們囉 那我們下午留言見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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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爛喔